昨天我们播出了一连十集的华小教育专题系列的第一篇 那我们提到了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非华裔家长 他们都选择把孩子送进华小就读 那这些家长认为啊 华小注重美的教育啊 设备齐全 因为中国崛起 华文经济价值提升 华小的数理比较强 那这等等的原因呢 都是他们选择把孩子送进华小的原因 不过华小当然也有他多年来为人诟病的地方 像是一直都有家长投诉 说华小生啊 书包太重了 功课太多了 有时候孩子回家做功课是做到三更半夜 都还没有做完的 甚至还做功课做到哭了 然后又让他们买很多参考书啦 课外读物啦等等等 那也有人认为华小太功利主义了 一昧的就是要逼孩子一定要考A啊 把孩子都压得就喘不过气来了 那今天的系列报道当中呢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选择华小不管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家长 那他们怎么来看待华小 常年被批判的这个教育模式呢 我个人是认为孩子是要苦着来养的 这个不是中国学校或英语学校或国际学校 每个家长也是希望孩子们拿AA 希望AA我想可能我也会希望AA但是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话墙壁也逼不来 那你看哦很多做家长的难免都有些功利主义的 有的家长甚至认为啊孩子是要苦着来养的 有的更是坦诚 大家都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希望孩子能够高人一等科科都拿A 那华文小学教育一直以来为人诟病 科业太繁重了 败A主义太严重了 这未免叫华小的孩子压力太沉重了吧 而针对这样的现象呢 华小校长倒是相当无奈的感叹说啊 哎都是华裔家长太压缩太功利的恶性循环呀 华裔的家长比较不是全部来100% 最少都有95%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心态 心态就是要拜A啊要应试教育啊要做到最好啊 少功课又投诉老师 倒功课最好 是的大人们的期望有时还真的是把华小的孩子都给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那对于华人子弟来说要应付过来都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那些本来就还得先要克服语言障碍的非华艺生 对他们来说啊念华小难免就更加辛苦了 太多功课太难了 那当记者问起非华裔家长 孩子是不是也曾经跟你哭诉过华小的课业太沉重了呢 一口同声的 大家都说有 但是啊对于非华裔家长而言 选择把孩子给送进华小某种程度上来说 那让孩子从小就多磨练学习与压力共处 那多吃些苦头再把吃苦当作是吃补 他们说啊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未常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工作人员都比较好 因为它能比较稳定 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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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给他们很多工作 让他们做的 因为我 我们把他们送到学校 我们想他们成为 一些人在未来 对吗 我说你必须要努力 学习 你不愿意 学习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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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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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朋友是 Noelle 啊 哈哈哈哈 我们肤色语言文化 或许应该这么说吧 希望孩子可以变得更好 那是每个家长们共同的期望 但是爸爸妈妈们也一定要记得 让孩子快乐地学习成长 那应该是比什么都来得更重要的 考试 它并不是孩子学习过程中的全面 不 况且事实也已经证明了 考读A的学生 他们在踏入职场后 并不一定是成功的 而成绩不好的 在职场上 也不一定是失败的